根據統計執行GM代子飲食一週的人 平均可以減掉4.5-8公斤這個數字 非常的驚人 等於一天最多可以下降1公斤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來看看 到底是這個減肥法帶來的效果非常的驚人 還是它只是暫時的體重下降呢 開心享受 享受人生 HELLO 大家好 我是想像是Ricky 減脂一直都是持續熱門的一個話題 不過減肥方法白白種 雖然有效 但是容易上市的例子也非常的多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最近國外很瘋從一個叫做GM代子奇蹟飲食的食譜 這個減肥方法不僅席捲了整個歐美國家 連亞洲地區、台灣、韓國都陸續都有人在嘗試了 好像真的有一些效果一樣 而這個GM減肥法起初的目的其實不是為了減肥 還是有一家汽車公司為了員工開發的一個制度 最開始的目的是為了讓員工更健康 以便可以產生更高的一個生產力所需制定的 但想不到員工採用這個減肥方法之後 體重竟然成功在一週內明顯的減輕了 根據統計執行GM代子飲食一週的人 平均可以減掉4.5-8公斤這個數字 非常的驚人 等於一天最多可以下降一公斤啦 但之前我就有說過 你要在短行內達到體重下降呢 它不是一件難事 如果你用比較激進的手段 你一樣也可以辦得到 但很多呢 其實都是在快速掉下你身體的一個水分裏 它並不是減掉脂肪 所以今天呢我們就要來看看 到底是這個減肥法帶來的效果呢 非常的驚人 還是它只是暫時的體重下降呢 我們在網路查到的資料是說呢 GM減肥法原理其實透過攝取特定的食物 特別呢是控制那種會吃高脂肪啊 高熱量食物的人啊 改而來去吃那種低熱量的食物呢 為主要呢可以幫助排毒啊 燃燒更多的脂肪啊 接著達到減肥的一個效果 這裡我們就看到兩個問題了 第一個 簡單來說居院飲食法呢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單一特定的食物來減肥 這樣的飲食絕對無法長久的 也就是說呢這個減肥菜單呢 就像他們所說的 這只能置信一週的菜單而已 那一週過後呢 你變回以前的飲食 那你不是一樣還打回原型的嗎 第二個 根本沒有所謂的可以幫助 更多藍子的這種食物啊 除了像我之前影片說 有介紹說的那種像辣椒素 因為呢可以促進新陳的代謝 並且呢吃進你的血液循環等因素 可能呢可以稍微的幫助藍子的效果 但也並不是說吃辣椒就可以減肥 所以基本上呢要多吃 可以幫助藍子的食物這點 就代保留 那這邊呢我們現在放上一下 這七天的減肥菜單 大方向都是吃什麼 接下來呢我會把每一天呢 吃的問題呢都提出來跟各位說一下 第一天只能吃水果 建議吃西瓜木瓜柳橙等 高纖維的食水果 因為吃這樣高纖維低熱量水果 可以增加爆肚感 但是不能吃香蕉 然後再來要搭配喝大量的水 大概8到12杯 來加速排骨 備註說呢 沒有限制水果要吃多少的量 所以可以愛吃多少就吃多少 不能夠吃香蕉的可能是因為香蕉的 本身它的澱粉跟海糖量都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它熱量也比較高 但就有個疑慮 因為沒有一個標準說水果可以吃多少 如果是愛吃多少就吃多少 算大多數都是低熱量的水果 但同樣的量你如果吃了很多 阿不是一樣會變胖嗎 而且有些人呢 鐵定人會因為害怕呢 後幾天沒有辦法好好吃東西 往往第一天可能還會再狂課 這樣一來 熱量還是會持續上去 第二天呢 它是說只能吃水煮或是生的蔬菜 然後一樣要搭配8到12杯的水 但是它有提到說 馬鈴薯可以吃 只限在早餐吃 然後呢蔬菜可以選擇 番茄 花椰菜 小黃瓜 紅蘿蔔 菠菜等 有備註說第二天會有點感覺虛弱 是正常的反應 废話 媽媽沒吃東西 當然會感覺虛弱 第二天的飲食呢 絕對會滴雨即時代謝率 全天都以蔬菜為主 這天吃完你會覺得說非常的空虛 都是低卡沒什麼熱量的 自然不會提供你身體太多的能量嘛 不過有個很奇怪的點是 第二天明明是蔬菜日 但它提到了馬鈴薯 如果第二天要吃全蔬菜的話 那馬鈴薯就不應該被包括在其中裡面了 雖然馬鈴薯也只有限定說 只有在早餐能夠吃 但如果有吃不就代表 整天都只能吃蔬菜日才對嗎 這樣就不叫做蔬菜日啊 第三天呢是綜合第一天跟第二天 就是告訴你說 你可以吃蔬菜跟水果 然後蔬菜一樣就是水煮過生食 然後一樣有備注說 第一天的那個香蕉 跟第二天有提到的馬鈴薯 就是香蕉跟馬鈴薯 第三天都不能吃 以及高澱粉的蔬果都不能吃 同樣搭配8到12杯的水 然後一樣有備注說 就是這些東西都不限種類 這樣聽下來前三天都是以 高纖維低卡的蔬果飲食為主 也就是跟大家常說這種 清腸胃排毒餐的概念還蠻接近的 如果前三天都吃這樣的飲食為主的話 那建議你水分真的要去多喝 像之前我們有個胃脹氣的影片 有沒有我們有提到 一次吃大量的蔬菜 可能會導致你的胃脹氣會不舒服 如果你的水分還攝取不足 你蔬菜纖維過多 食物造成分泌過大過硬 就有可能卡在你腸胃到底 所以再提醒一下各位 前三天一定要喝足夠的水量 其實我常講一個概念就是 不管這食物再好 都要適量 這點真的非常的重要 近四天它是說 主要是香蕉跟牛奶 它說內容是吃8-10根的香蕉 搭配4杯的牛奶 以及喝8-12杯的水 所以這一天就是以香蕉為主 食提供我們身體的能量 然後你也可以將香蕉跟牛奶 打混在一起 變香蕉牛奶喝 就是用混合攝取的方式 有悲珠說牛奶最好 選擇脫脂牛奶 有些人如果不喝牛奶的話 可以用豆漿提帶 提到這邊 你們媽媽覺得已經開始很痛苦了 每天都要吃一樣的東西 但我在猜它這樣編排 其實是為了讓代謝拉回來的 它不要讓它一直都吃 一個很低熱量的飲食 1-3天低熱量 第4天的熱量拉高一點點 所以8-10根的香蕉熱量 就有1000-1300大卡了 再加上4杯的脫脂牛奶 大約抓一雙也有400大卡 所以它的這個地方有一個邏輯 我不太能理解 就是為什麼只能吃香蕉跟牛奶 但我想得到它會這樣做的方式 其實就是簡單教學 而且大家比較好準備 所以我在猜就用這樣的方式去教比較簡單 第5天的菜單是只允許你吃肉類 像是雞肉 魚肉 牛肉 豬肉都可以吃 但是一天不能吃超過500克的肉 然後它還允許你吃6顆番茄 搭配你喝12-15杯的水 有備註說如果是素食者 可以用糙米去曬肉類 就是假的 那你覺得這個飲食吧 其實那也不是什麼特別的飲食 它就只是今天肉量只能塞多少 我幫你塞 而且只能塞單一食物喔 那種感覺 你沒有那個你就隨便那個也可以 相比前四天 第五天的菜單算是比較豐富一點了嘛 你終於可以在這一天吃到我們要的一個蛋白質 這樣相較起來 第五天的飽食感非常的充足 至少你也不會太痛苦 都是單一的食物 因為至少你可以早餐選魚肉 午餐選擇雞肉 晚餐選擇牛肉 這樣的方式比較不會有 一整天都在吃同一個食物的感覺 不過你一定要特別注意 在執行一個減肥法之前 你真的要去做好功課 因為不是所有的東西 你就可以直接抄上去而已喔 這個減肥呢 都會因為每個人的做法 會有一點點的誤差 它不知道說哪個的道理 是正確的情況之下 很容易造成錯誤 而且導致你做錯 這就是大家要去多留意的地方了 很多的細節你根本其實也不知道 它說香蕉的一根 請問那個香蕉是小的還是大呢 它說不能吃澱粉 結果就說你可以吃馬英雄 那你今天會不會想說 那我改吃地瓜也可以 到最後你根本不知道 你在執行什麼的一個減品質計畫 就會覺得似似而非 好像對又好像不對 要做又不知道 然後又沒什麼效果 又很累 對吧 第六天呢一樣跟第五天一樣 只允許你吃肉類 以及無限量的蔬菜 然後肉類一樣不能超過500克 再搭配8到12杯的水嘛 然後雞肉呢它是建議要去皮 如果要以沙拉的方式吃的話 醬汁就是不要用太油的醬汁 然後備註說第六天會發現 體重有明顯的下降 所以到第五天跟第六天的差異 其實就在於 第五天喝的水當然要多了一些 而第六天呢可以 狂吃蔬菜無上限 我在想啦後面幾天的飲食呢 比較沒有像前面那麼的極端 但都會特別避開碳水化物的攝取 讓我們肌肉的肝糖流失 而且讓體重下降也來更的明顯 甚至有點像在往生酮的作用再去走 所以只有吃蔬菜跟肉類 但是呢沒有完全生酮 因為它優質有去限定 它要說盡量不要選擇太油的 最後一天的食譜呢 說你可以吃一碗糙米 以及可以吃任何的蔬果 來幫助身體排泄 然後呢只有這一天可以喝無加糖的果汁 等於說整週的飲食法呢 都在用單一的飲食法 讓大家吃東西會吃膩 所以這絕對是無法長期執行的 還有很多人呢 會以限制某種食物類型的方式 來幫助你去減肥 但這樣多少呢 一定會缺乏很多必要的營養素 因此也不會均衡 執行的這種極端的飲食 至少一週呢會完全無法跟朋友聚餐 無法跟任何人一起去吃飯 只能夠呢再加自己去執行 當你壓抑呢做自己不喜歡的事情 長時間不被滿足這個口譽 最後呢就變成一個報復性的飲食 一定呢再會去影響你的一個社交生活 如果你因為減肥而失去了自由 失去了美食 甚至失去了朋友 這樣你還會想要減肥嗎 方法白白種 減肥不一定要捨棄這些東西 我現在的一個課程就在告訴你 我們不要去捨棄任何的事情 只要簡單的從我們的生活去做結合 你不用節食愛餓 你也不用只吃單一的食物 你想吃的呢照樣可以吃 而且還可以幫你減肥成功 讓你呢可以更快樂的減肥 選擇權呢在你的手上 你可以呢選擇呢 快速有效但極端的減肥方法 但我相信能夠長期執行 又能夠吃的飽的減肥策略 一定會更符合你們 一切呢都由你們來決定 現在只要報名課程 我們還免費送你一對一 跟我們營養團隊諮詢的機會 趕快去點擊下方的資訊來連結吧 所以當你執行這個菜單呢 雖然都是單一的飲食 但又只有這個選項的時候呢 自然呢你就可以更好去控制你的熱量 變成整週呢 都是處於一個低熱量的飲食狀態 還有呢會大量的降低你的碳水化物的攝取 我們身體肌肉的肝糖呢 也會大量的流失 而這樣呢就可以很輕易的脫水加上低熱量 來降低你的體重 而且整體蛋白質非常的不足 你會掉呢很多的體重 可能都是來自於水分加肌肉 加上部分的體脂肪 這是非常不放鬆的事情 不要為了控制自己的體重 而讓自己最珍貴的肌肉量給下降了 當你流失了肌肉跟水分的比例越多 會造成你的基礎代謝率再度的下降 你的攝取量呢就要再達到更低 才可以達到我們要的熱量赤字 所以執行很長一段時間之後 你會發現體重就會卡住 下降不了了 就會開始變胖變成溜溜球消炎 而又不小心呢又負胖的更嚴重 所以我們常常強調 體態永遠比體重來的更重要 所以在你做好訓練加飲食控制的情況之下 體重呢可能不一定會下降 但體態呢絕對會變得更好 而這個被稱為奇蹟食譜的GN減肥法呢 在我看來就屬於一個 舊級專用的一個短期減肥啊 但這種快速的瘦身呢 一定帶著很多的問題跟危機 所以如果你想要長期的減脂又不負胖 首先你要做的是養成良好的一個飲食習慣 還有運動的習慣 這才是最好的一個減肥的方向 我是楊之Wiky 留言告訴我一下 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想嘗試一下GN減肥法嗎 為什麼呢 或者如果你已經有嘗試過呢 有沒有什麼心得 可以在底下跟我們留言分享喔 我們就下次影片見 掰掰